你會問我 我怎麼認識Glas的 你也會問我說 民進黨都麻煩你找這麼好的人選 我跟各位報告 我第一次看到Glas的時候 我還沒跟他講過 是他在桃園擔任人民區的局長 那時候我聽完他的警報 我覺得這位局長真的很能幹 講話非常清楚 調理分明等待遇自行 所以我相信Glas一定是 未來我們原住民 具有代表性的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在後來 我覺得我們應該持續地讓Glas有更好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提名他做無分區立委 之後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了 他做了我們行政院的發言人 也做了團統府的發言人 所以我要告訴我們的支持者 我們的鄉親 這一次我們派出的是最佳的人選 而且最余談的候選人 民同同意啊 正關鍵人 支持欣賞